那我洗不干净 说一回两回就行了 主持人他不是说一下两下 就他得这个事 他能老说一直说 就说到让人心里特别烦 那关键你也不打扫房间呀 你看那房间你一次打扫过吗 那不都是我在打扫吗 是 你打扫房间 我也知道你大老远过来 跟着我挺辛苦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就希望 你有时候也能理解理解我 我希望你能够 稍微地理解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 你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我就得按照你那个规划走 我如果不按照你那规划走的话 就是我不对 也不是那样的呀 如果你能做好的话 我就不说你了嘛 主持人我跟你讲 上次他去洗澡了 我就顺手就扔了两件 贴身的衣物进去 我说你就顺手把它洗了呗 谁知道 他今天放洗衣机就洗 我就说那么一点衣物 你就直接用手洗就得了呗 今天用机子洗 浪费钱浪费水的 他不会过日子的就得吧 我又不会过日子了 我带你没事什么的 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 也挺好的吧 我就觉得现在我工作 各方面都在慢慢地变好了 对你好一点 你倒好 你觉得你就除了舍得带我吃饭 你什么你哪都对我不好 什么叫好 那你现在对我挺不耐烦的 尤其你打游戏的 你现在拍游戏的时间 都比我赔得多 我想跟你好好说两句话 你就老宰打游戏 你打游戏的时候 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就对我不耐烦 你就老骂我 不是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几天 打那么一两把吧 不是总打吧 就业余时间 娱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行啊 那业余时间你陪我一下我吗 没陪过你吗 陪我了吗 行 你说没有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嘛 本来就没有 行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我俩开赛 在北京 在北京三四个月 就是三四个月就演变成这样了 彼此看着对方都比较讨厌是吧 对 我刚来的时候 他对我可好了 特殷勤 就是你衣服脏了 我去给你洗衣服 你吃饭我去给你做饭去 我给你煮面去 现在呢 现在啥也不干了 衣服都不洗了 饭也不做了 然后姑呢 我让他去刷 我稍微说话狠一点 他就说不刷了 你爱刷不刷 不刷就那样撂着去 不是 我说了 我说你别老催我 就吃完饭就在这放着 我一会儿肯定会去刷的 但是你就老那么说我 你就越说我 我就越不耐烦 就越不想去嘛 我问问啊 三四个月前 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殷勤 三四个月后 为什么就不殷勤了 兄弟 因为三四个月前 他来北京 他也是为了我退了一步 因为我觉得 人家大佬远过来了 就愿意这么远跟着我 也挺不容易 我应该对他好一点 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 他又要回 你觉得心里比较烦是吧 对 他脾气特别大 当时一次吵架嘛 他就是非要回家 就收拾东西 东西都收拾好了 行李箱什么的 都能够好了 回青海是吧 对 非要回老家那边 然后 就怎么着也不在这边 回了吗 他没回啊 不是我不愿意回 是他拦着我不让我回 是他非要拉着我 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一定要走 当时就是因为 这个洗衣服这个事 这么点小事 行 我问问女生 如果他不跟你回家的话 你会跟他分手吗 会 你是已经下定决心 执意要回老家了是吗 这是首要条件 次要条件也是有的 我觉得在河北那边 发展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不在北京就行 就北京让你觉得 没有发展的空间是吗 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 北京让我觉得特别压抑的 因为每天上班的话 特别特别累 我们首先得要先 步行两公里 然后再要坐公交 然后又要到地铁 就那样子 挺累的 你还能适应了是吧 对 我能适应 因为就是我觉得 北京那边 学习空间和晋升空间 各方面都比较大嘛 我就喜欢在这种城市里 拼一拼 闯一闯 趁着年轻嘛 难道现在不去拼 非得等老了以后再去拼吗 但是我觉得 再这样拼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再过十年 还是这样子 是 之前也这么说的 我在那小县城工作的时候 你也说 你在这儿干十年 你还是这样 后来来北京了 你就说 你在这儿干十年 还是这样 那你就直接说 我就十年还这样 就得了呗 不管我去哪儿 就得了呗 那你要不给辫子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几年 才有进步吗 有一点 只有一点啊 那看来还是应该 留在小县城 是吧 对 这是你的依据是吧